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都是打N岗的 今天我们就来打一把G岗 落地后我们要迅速搜装备 此时215方向的敌人已经捡到装备 冒着被敌人打的风险 我们来到集装箱上捡枪 有大波罗真是刺激啊 大舱后面有人 我们直接打 打完敌人也暴露了我们的位置 此时要更换地方 寻找有力的位置 敌人都不出来 我们先观察一下 原来都在这里 我们要迅速拉枪线找掩体 仔细听敌人脚步迅速拉出去 敌人已经被打散 考虑我的血量撤回来 先打个药 打好药再周围观察一下 还有没有人救你 就先补了你 现在G岗已经没有人了 我们来大舱这里 打个题兑换了一遍 题目是个谜题 题目是 找帮人缓解伤痛的东西 这可难不倒我们 把药丢地上就完成了 江平好像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先撤吧 先打个药等队友上车 我们再进圈 终于进圈了 把状态打满了 摇车战是我们每天必须做的事情 队友的状态也没打满 打满能量不单单是能够抗打 关键时刻还可以回复血量 是时候出发了 前面有人注意了 原来是人机 连人机都不放过 队友真是丧尽天良呢 这里刚刚打过架还在舔包 猛上去 先行撤了 敌人在防区 这种地方作战不适合我 为了增加火力 让队友添个空头 捡好空头 我们来到这个防区观察一下 果然这队人还没走 脚步声已经充卖了他们 先行撤吧 监狱的后面竟然有人 不慌不忙先拉过去 此时头脑要清晰才行 我万万没想到 他们的后面还有人 冲场 敌人是被打倒 说明他的队友还在附近 队友已经发现了 我们迅速支援 一波妖射都能淘汰 看来这把机我是吃定的 已经刷圈了 我们要迅速找好位置 这个圈刷得真好 谢谢光泽 此时我们已经发现敌人了 这种情况 也敢捡空头 决赛圈打倒当然是 现在我们需要等的就是刷圈 要是刷到我们这里就好了 其实圈为什么刷在我这里 因为我用了西圈秘籍 好了 废话少说 不要影响操作 我们马上就吃机会 这波三连爆走怎么样 好了下个视频见